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务必在4月之前下载并储存名的内容 请注意 以备份至Vlog相互的相片及影片不会遭到删除 随着个人Vlog家的服务告一段落 如果我们会持续将更多心力投注于开发企业版Vlog家 想请请参阅这篇文章 您也可以透过这篇文章确认自己是否拥有G Suite账户 在什么情况下Vlog家个人账户中的Vlog家内容不会遭到删除 如果我们为了遵守任何适用法律 法规 法律函状 法律议务 包括依法保留资料的议务或政府要求而必须保存部分Vlog家内容 就不会从个人版Vlog家删除这类内容 Vlog家个人账户中的内容要过多久才会遭到删除 从Vlog家个人账户 Vlog家专页和相互封存档案删除内容的程序需要几个月才能完成 相关内容可能会在这段期间获得保留 举例来说 使用者或许人可透过活动季度查看Vlog家个人账户的部分内容 如果先Vlog家个人账户也可能会在Vlog家账户遭到删除前持续开放G-Screen使用者查看 在Vlog家内容账到删除后还能使用其他Vlog服务吗 可以 因其他Vlog服务的存取全部会受到Vlog家停止服务影响 下载Vlog家内容 在服务停止前应该采取什么行动 可以提供作业时间吗 您所建立的Vlog家账户及所有Vlog家专页都将于4月2日关闭 而且我们将开始删除Vlog家个人账户中的内容 您将互封存档案中的Vlog家相片和影片 以及您的Vlog家专页都将遭到删除 请务必在4月之前下载并储存您的内容 可以下载我的Vlog家内容吗 您可以下载并储存自己的Vlog家资料 包括社交圈、社群、讯息创合证 可以多次下载我的Vlog家内容吗 可以 您可以在2019年5月前多次下载并储存自己的内容 可以立即删除我的Vlog家账户或Vlog家专页吗 可以 请参阅这篇说明文章 进一步了解删除自己的Vlog家个人资料后会有什么影响 删除Vlog家账户或专页前 请务必先下载并储存您要保留的所有Vlog家资料 如何下载我的Vlog家社群内容 社群中有者或管理员可以针对自己的Vlog家社群下载并且存资料 这类下载资料目前仅包含社群讯息的年结 至2019年3月初期 您也可以从中开社群下载其他详细资料 包括每个社群讯息的作者、内文和相片 请参阅这篇说明文章中 Vlog家社群下方的内容 我的Vlog家相片和影片会继续留在相互封存档案中吗? 不会,相互封存档案中的Vlog家相片和影片 以及Vlog家品牌账户中的相片和影片 最早将在2019年4月2日遭到删除 请务必在4月之前下载并储存您的内容 以备份至Vlog相互的相片及影片 不会遭到删除 请注意您能可透过Vlog相互取得您 从Vlog家上传的部分相片和影片 符合下列条件的相片和影片 在Vlog家停止服务后也会继续保存Vlog相互中 在Vlog家固如2015年推出前就已上传至Vlog家 您先前删除Vlog家账户中的所有相片和影片 如何确保自己 储存Vlog家中的所有相片和影片 您要确保自己储存Vlog家中的所有相片和影片 请按照相关操作说明下载并储存所有Vlog家内容 如果我已删除自己的Vlog家账户 还需要采取什么行动吗 您先前删除Vlog家个人账户或Vlog家专页时 我们曾表示系统不会将您的Vlog家相片和影片 从相互供存档案中删除 也不会删除您的Vlog家活动内容 不过上述内容从4月2日起都会遭到删除 您要储存相片、影片和活动内容 请在4月之前下载完成 G Suite和Vlog家 什么是G Suite账户 G Suite是一套整合协作功能和生产力的企业应用程式 包括Gmail、文件、语关系别、字笔、CNOS等 了解详细 如何判断自己是否拥有G Suite账户或Vlog家个人、私人、账户 如果你是在学校或公司使用Vlog家 就可能拥有G Suite账户 您可以透过这篇文章 确认自己是否拥有G Suite账户 G Suite账户会受到什么影响 G Suite客户可能会发现Vlog家的某些功能 因个人版Vlog家庭指负物而有所调整 如果您是G Suite账户 如果您是G Suite客户 可以透过这篇文章了解详情 也能向G Suite管理 可能会在服务停止的过程中受到影响 您要进一步了解Vlog提止对社群的影响 请参阅这篇文章 Vlog家庭指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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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1月28日起,Google加APMine和登附功能就会偶尔发生失败。 详情请参阅Google加APMine引用作业的说明页面。 APMine引用作业会影响外部网站吗? 任何整合你网站和新动应用程式的Google加功能都将在2019年3月7日失晓。 我们已完全淘汰Google加登附功能,必将于2019年3月7日平用Google。 开发人员予考虑改用更加完善的Google登附验证系统。 我会和其他网站上的Google加留言会受到什么影响? 我会和其他网站可能会使用Google加座位留言系统。 使用者也可能以Google加讯息或留言的形式在网站上发表留言。 Google将以2月4日前移除这项功能,其他网站则会在3月7日前移除这项功能。 自2019年4月2日起,您在所有网站上的Google加留言都将遭到30日。 您可以下台并储存这类留言。 Google加登附按钮在其他网站上可以继续运作吗? 不会,这类按钮从1月28日起就会偶尔发生运作失败的问题,并将于3月7日前完全失晓。 部分网站可能会以Google登附按钮取代Google加登附按钮。 只要看到Google登附按钮,就表示您仍然可以使用您的Google账户登附。 Google加提示不一定会影响Google会服务公开测试版计划。 随着我们开始应用Google加,以选择加入Google会服务公开测试版计划的使用者可能会在执行Gmail和Handouts等推购应用程式时遇到问题。 如要避免服务中断,使用者可以退出测试版计划,其他协助与资源。 如果我有其他问题,该怎么办? 如果您需票寻求协助,或者对个人Google加账户或品牌账户的Google加专业有上单理性的问题,可在2019年4月前透过官方的Google加说明社群寻找解答。 其他资源 下海并属存您的Google加资料 透过Google加产评论才取得知原因,便更您的Google加个人资料 感谢您提供宝贵的意见 httpssupport.google.com-plus-answer-9217723 我们将于201019年4月2日停用Google加消费者版 了解详情 个人、私人、账户的Google加将于201019年4月2日停止服务 201019年1月30日 我们曾在2018年12月发布公告 表示由于Google加一般使用者版本的使用率获益 而且在维护方面遇到种种挑战,无法顺利提供符合使用者期望的产品 因此我们将于201019年4月终止这项服务 感谢您一直以来对Google加的支持 我们会说明您后续应该采取的步骤 包含您和下台您的相片及其他内容 您所建立的Google加账户及所有Google加专页都将于4月2日关闭 而且我们将开始删除Google加个人账户中的内容 您将不封存档案中的Google加相片和影片 以及您的Google加专页都将遭到删除 请务必在4月之前下载并储存您的内容 请注意,你备份是Google相互的相片及影片不会遭到删除 从Google加个人账户 Google加专页和相互供存档案删除内容的程序需要几个月才能完成 相关内容可能会在这段期间获得保留 举例来说,使用者或许仍可透过活动记录查看 Google加个人账户的部分内容 某些Google加个人内容也可能会在Google加社里 遭到删除前持续开放G Suite使用者查看 最早从2月4日起,您将领法再建立新的Google加个人资料专页社群或活动 请参阅完整的常见问题 了解更多详细资讯和终止服务前的最新消息 如果您是Google加社群的拥有者或管理员 您可以下载并处存您在Google加社群中的资料 自2019年3月初期,系统会开放其他资料公民下载 包括Google加公开社群中每则社群续席的作者、内文和相片 了解详细 如果您会使用Google加分布按钮 更易用程式,请注意 几周后您将无法再透过这个按钮分布 且部分服务会改为还用Google分布按钮 只要看到Google分布按钮 就表示您仍然可以使用您的Google账户分布 了解详细 如果您会使用Google加在自己或是其他人的网站上留言 请注意,我都将于2月4日移除这项功能 其他网站则会于3月7日移除这项功能 至2059年4月2日起,您在所有网站上的Google加留言 都将遭到3属于 了解详细 如果您是G Suite客户或G Suite账户中的Google加入可继续使用 如要了解详情,请洽询您的G Suite管理员 您的Google加即将换上全新外观并加入各种新功能 敬请期待 了解详情 如果您是使用Google加API或Google加登录功能的开发人员 请点选这里,了解这项移动会对您造成哪些影响 Google加小语权提成员 您在此程度感谢您在Google加的付出 让这里成为充满特别唯一的交流媒体 我们也要感谢各位台华阳地的地讯家 社群遍地者和思想家 在Google加创造他们无序议格的小部分 如果没有这样的热忱与投入 就不会有名许多彩多姿的东方家